所以術移這一題 這是一個給範圍 那求這個的一個最大值 這個就是一個線性規劃的題目 那我們先用一個電腦軟體把它匯出來 所以就是說現在有一些範圍 範圍是 它這裡有四條範圍 它寫了兩條 它寫了四個 一個是s加y是3 s加y是-1 這兩條會是平行線 那還有2s加y是4 跟2s加y是-2 所以它畫起來就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把這個點再稍微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的區域 這裡焦點要先求出來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說 今天在這個區域裡面 ABCD這區域裡面 我們想要去找什麼呢 3x-y的最大值 對3-y的最大值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另一個東西叫做 3x-y等於k 這k這個可以調 所以我們把這個線再用深一點 3-y這條線 紅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紅線可以在這裡動來動去 可是你 我希望怎樣 至少要跟這個 這個區域有相交 所以紅線大概要往 3x-y 其實大概往這邊跑 所以最後在這裡 21的時候就有最大值 在C點 會讓它發生最大值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 平常在做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種想像 你考試的時候 才能夠在白紙 想像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去求了這個 所以一開始這個線怎麼畫呢 對 x加y當然就是可以 它會通過 例如說 x加y等於3 那就通過什麼 1 2 對 或者通過30跟03 就可以畫這條線 再通過-10跟那個 對 這兩條就是 x加y等於3 這條就是 x加y等於-1 好 那另外這個 這個方向的就是那個 我們來換一個 這橘色的方向 就是 這條就是 2x加y等於4 那這條就是那個 2x加y等於-2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大概可以看到 為什麼會往這邊跑呢 因為它的髮向量是3-1 3-1就前進三格下降一格 它是往這邊會變大 它是往這裡會變大 所以我希望整個凸型最大就會發生在 紅線大概會往這邊移 就最大 嗯 那這邊移 所以西點就會讓它有最大值 西點的坐標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兩條的連例 這條跟這條的連例 這兩條解連例 2加y等於4跟a加y等-1 好 然後兩次相減 得到x等於那個5 好 然後呢 y就等於-6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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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把它帶回去 所以 3-1-y 那就是15-6 這個21 好 所以就是畫區域 然後判斷哪邊會 因為它是髮向量3-1 嗯 所以這裡就會發生最大 好 你了解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